因为小火车事故而伤亡的游客当中 包括了一群来自中国四川的好朋友 大家本来在火车上面有说有笑 没有想到突如其来的一场意外 让其中两个人不幸罹难 其他同伴也躺在医院里 看着照片掉眼泪 另外还有一对来自河南的祖孙 在车祸发生后是一度失散 70岁的爷爷不顾自己的伤势 坚持要找到孙子亲自照顾他 虚弱躺在病床上 今年22岁来自河南的靖瑞远 因为车厢翻覆后 被好几个铜车的人压在身上 造成轻微气胸正住院治疗 和70岁的爷爷一起参加台湾的八日游 却遇上车祸 抢作过程一度让两人失散 我反正还能动 然后神志也清醒 然后爷爷就赶快叫我 拉我然后让我出去 爷爷不顾自己右手肿胀疼痛 要求找孙子 希望一定要在旁边照顾他 最后终于在医护人员的协助下 让祖孙两人团聚 另外同样身体还有重伤 躺在病床上的林茂群和刘苏蓉两人 拿出一张张的照片 记录着初友的回忆 没想到阿里山小火车翻车的意外 让认识20多年的朋友 从此天人永隔 这两天我们都跟他们一起 他们单独走啊 我跟他们照亮 我又跟他们也和过眼啊 我以为他昏倒了 我看他后老有学 最后他们爸救出来过后 已经没有气了 就看活着自己的人啊 就没有了 两人的好友沉到华汉卓培群 因为伤众在这次亿万身亡 一群八个好友 首次一起到台湾旅游 却遇上小火车的翻车重大意外 现在他们的家属也赶紧办证件 要到台湾来探视他们 这个事件发生以后 国务院台办 国家旅游局都高度的重视 而且呢就是启动了 特发事件的应激联系机制 在前往调研国民党荣誉主席 连战母亲之后 海协会副会长李秉才 也前往探视商者表达关切 另外农委会主委陈茂雄 也到美加医院一一探视商者 并送上五万元慰问金表达关切 记者李传蔡明孝 SNG小组嘉义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